现在跟各位谈热叫做燃烧 我们燃烧 我们前面它是一个氧化作用 但燃烧有所谓的广义的定义 跟狭义的定义 广义的定义指的是 剧烈的化学变化会产生光跟热 所以燃烧一定是放热 那我们这里讲的是 钠可以在氯气中燃烧 那前面我们以前应该看过一个影片是 或者是考试有考过一个叫做 铭可以在二氧化碳里面燃烧 当初讲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铭的活性比碳大 可以把二氧化碳的氧抢过来 然后产生氧化作用 所以铭带可以在二氧化碳中燃烧 那么钠可以在氯气中燃烧 剧烈的化学变化产生光跟热叫燃烧 那狭义的定义是氧化 剧烈的氧化作用跟氧作用 然后产生光跟热 像平常看到什么蜡烛啦 酒精灯啦 木材啦 这个燃烧都是氧化的作用 所以我们一般讲的燃烧都是跟氧化有关系 跟氧作用的 那么在这里学到氧化其他燃烧的时候有几个事情要注意 就是我们的燃烧的状况 等一下会讲 它一个重点就是氧化物的酸碱性是一个重点 等一下就会复习到 那燃烧有三要素 我们以前学过了这个考试考过 叫做要有可燃物 要有助燃物 要达到燃点 东西要可以烧 助燃物指的是氧性 温度要够高 那燃烧要有三要素 三要素缺一不可 所以只要你有办法把其中一个拿掉 就可以达到灭火的效果 比如说洒水 水蒸发吸热 就使温度下降 燃点以下就不燃烧 好 比如说我们的陈雨 驱途洗心 把那个心拿走 就是木材拿走 就去掉我们的 去掉我们的可燃物 然后呢 我们讲的灭火系 有一个二氧化氈盖柱 隔绝了空气 就是去掉我们的助燃物 我说过这个我们的会考 基策考过相关的问题 那山的里面 杠掉一个你就烧不起来了 你就烧不起来了 所以燃烧有三要素 可燃物 出燃物达到燃点 然后呢 我们刚刚在讲的燃烧的时候 说我们用燃烧的方法 检验氢氧跟热氧化氈 这个我前面复习过了 第一个叫做 氢有可燃性 会有淡蓝色火焰 同时有暴鸣声 这个暴鸣声是混杂的风气 受热膨胀之后 所发出来的声音 所以氢气可燃 淡蓝色火焰有暴鸣声 那氧萌 我们前面讲过它的重点就是它有助燃性 可以帮助燃烧 可以使余境复燃 这是它的重点 那么最后一个二氧化 它说不可燃不助燃 那我也前面也给你提示过了 指准不可燃不助燃是不能够证明那维瑞热是二氧化碳的 这种气体很多 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告诉你 这有三罐气体 一罐氢 一罐氧 一罐氧 一罐氧化碳 那么那个不可燃不助燃的就是二氧化碳 但是二氧化碳不是这个检验的 我们前面已经教过了 等一下会再复习到 二氧化碳要靠什么来检验 就是跟各位介绍有关燃烧的状况 OK OK BURANGUWENTAHEBAH B